口渴了 去买一瓶水 一天到处跑 这个是日式的拉面吧 日式的 日式的太多了 日式的韩国的什么都有 大陆最近这个龙富山泉完全霸平了 那个娃哈哈 我觉得太夸张 完全不能理解 一瓶水而已 买日货猪是不爱过 今天喷这个 明天喷那个 累不累啊 我就是要买 啊 我发抖啊 我不能买日货啊 我要被骂啊 吓得发抖啊 我要买无糖的 多一点选择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自己挣了钱 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 你四十 二元有吗 没有 台湾买一瓶水 都有发票 有可能中大奖 这边可以坐着 休息一下 充电 我是觉得吧 买一点水 治愈吗 喝几盆水 还有喝什么爱国情怀了 那龙富山泉的盖子又像日本的国旗了 然后图案又是像日本的什么元素了 这样那样的 哇 那个网络上简直是炒得轰轰烈烈 因为那个龙富山泉的那个销售链 瞬间说跌到了百分之九十 太恐怖了 这是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很恐怖的一面 就是说有人去超商买东西 看到别人卖 龙富山泉就直接指走 为什么你还在卖这个 你为什么还没有下架 我就赶快给我的朋友 发了个信息 我就说你那边在做超商 你要注意 你要小心 怕遇到那种幽形索 你知道吗 幽形索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还不知道 常常听他们说幽形索 其实幽形索 就跟那个小粉红 是差不多一个意思了 他们是盲目 无脑 愚昧的爱国 前几年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人 他拿着幽形索 台湾好像没有幽形索 我都没有看到过 幽形索 我们家都会有的 闹人家的日本车 把一对夫妇 砸到植物人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闹得很大 那么你觉得你爱国 那最后 那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还是判了他十年 如果说你真的是正常的爱国 那国家也不会判你十年 那说明你还是错的 你是不是违法乱纪 你是饶乱社会治安 所以说这个幽形索 就给大家在网路上 成了一个网路语言 其实就跟小粉红是一个意思了 今天晚上我弄一点那个 嘴煮花野菜 有时候我都觉得 到底是愚昧还是傻 还是这些人坏透了 就像有些老人也是 是坏人变老了 不是老人变坏了 他骨子里面 他就是这样愚昧愚蠢的人 像他们这样的人 反而跟国家 社会 反而造成困扰 真的 你忙不得爱国 你出了一些事情 最后还要人家来擦屁股 不是吗 我就觉得 真的有点愚昧无知 我就想说话 喝那个农夫山泉吗 喝了几十年你都没发现 突然就发现了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买农夫山泉 也会买娃哈哈 我都觉得无所谓啊 我没有他们那么挑剔 就是认定的要农夫山泉 农夫山泉有点甜 来自大自然的味道 因为我这个没有讲究 口口了就买一瓶水就好了 只要他没有质量问题 我就这么简单 哎 这能闹得飞飞扬扬的 然后今天我就跟我朋友 他是开超商的 我说那有影响吗 他说怎么没有了 完全卖不动了 他说这些人神经病 他也觉得 没有办法理解那种网报 在网络上这样大肆宣传 大肆那个 夸张的一些行为 有些直接去买农夫山泉 到厕所冲马桶 然后为了证明自己爱国 知道吗 我就想说你很奇怪 你手里面拿的是苹果手机 你出门哪样不是用的是 外国的元素 包括二维码 我看一个段子很搞笑 就两个姐妹 然后就说 哎呀我们现在不能和农夫山泉了 我们 我们一定要爱国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有去网购 他说不行啊 那个平台好像也是国外的 什么股份的 只要是盖子 难道都不是圆的吗 随便拿一个瓶子的盖子 难道不是圆的吗 很奇怪啊 然后还有那个山 山山水水 说是日本的富士山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很奇葩 我是觉得很奇葩 但是现在哈 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哈 我觉得奇葩的人 有一部分就好了 但是奇葩的人 居然达到这么庞大的数量 有时候就觉得为我们的那种同胞 为我们那种像忧行锁的人 盲目爱国愚蠢的人啊 捏一把冷汗 你就说感觉有这样的智商 将来我们的国家怎么发展 我觉得与其哈 做一些这些无聊的事情 还不如去研发一下 怎么细做自己的品牌 网络上还是有很多正常的人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正常的感言 我现在哈经济不景气 说实话 那个工作不好找 你把那个文夫山前搞垮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又要多少的人面临失业 那不是吗 那我今天去买水啊 那像我随便一买 其实我都 你平时没有注意啦 其实我也知道是日式奶茶 不是我也知道是日式的绿茶 但是并不知道它究竟是日本的还是哪一个 反正买一个水而已 再说了 我自己赚钱 我自己开销 我想买什么 我可以自己决定 而且我有时候在想哈 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公民 我没有偷强 我没有违法 我没有乱解 我们也有正常的跟国家缴税 那国家也没有完全的非要要求我们 你必须要爱国 你必须要爱党 没有啊 都是这些人喷子在说 难道不是吗 你这一喷子这样说 你就证明我们的国家玻璃心 很打脸 就变成了这样啊 原本不是这样的 就给你们这些搞成这样 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日本的哈 其实谁会去研究这些啊 台中的 但是它是日式绿茶 它是生产是台中的 看吧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吗 这些 看吧这个是日本的 猫条 这是媒婆吃的 对泌尿系统很好 保健的 泌尿系统保健的 这个猫条啊 看吧 这个也是媒婆的 那个尿路感染 喝的饮料 也是人家日本人发明的 它对我有好处有帮助 我就会买它 我赚钱就是为了消费 我用我自己的勤劳换回来的钱 换回来的酬劳 然后去买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跟爱国不爱国是两码事 不要强迫别人 或者是给别人一种道德的绑架 好像你买日式的 买国外的产品就是不爱国 我觉得很奇怪 你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只有回到那个清朝 唐朝的时候 电话电视机电饭宝 什么都是国外发明的 我们很多都是制造而已 就是用人家的技术来制造 我不可能说 因为不爱日本的产品 我就让我的猫去死 眼睁睁的看它去死 好了 这个应该是不错 人喷子又要喷我了 其实在我们那边 华西区大的牙科 还是排到世界的最前端 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啊 我觉得不管是林与林 国与国 家与家 就是 互相哈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和谐相处 这样比较好 为什么要喷来喷去 带节奏 我看哈 其实我都没有注意这些 24个月 哦 这个是台湾的 就是台湾的 有时候会买到日本的 然后关键是把我啊哈哈也牵扯进来 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两个品牌之间哈 弄来这样互相争论 互相攻击 好像要搞死一个 另外一个才能生存一样 难道就不能让大家双向选择吗 你把人家干倒了就开心了吗 然后你们就觉得爱国了吗 如果这家企业如果倒闭了 难道就只有那个娃哈哈多大了吗 因为还有别的还是会起来啊 对不对 听说什么股市又下跌了 你以为光是那个农夫产权本身的亏损吗 这里面就包括了很多什么股民的钱啊 老百姓的钱啊 又有多少是他们真正意义背后的资本的钱呢 其实哈 看似一品很小的矿泉水啊 它带动的是很多地方政府的GDP啊 跟政府的收入啊 然后财政啊 还有就是解决当地的很多的就业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失业率已经那么高了 还要这样子 有意义吗 老百姓都已经苦不堪言了 真正我是觉得哈 把这些民运企业真正的倒闭了 其实最后受伤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你们没有去看哦 太夸张了 整桶整桶的 那个农夫三权有小瓶的 有大瓶的 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的 直接买来 直接盗 有些盗 有些拿去冲厕所 有些超商哈 怕被骂 因为有个女的被骂得很惨啊 就是你遇到那种悠行锁的人 你知道吗 他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还没下架 你什么意思 大家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要提倡爱国精神 你为什么还在卖 所以说有些人还不敢卖 连贵都撤走了 就这么夸张 哦 那网路上是铺天盖地哦 直播倒水哦 甚至有些人说哈 某品牌的矿泉水只配进垃圾桶 然后只配进下水道 我就想说 那你赶快把你的苹果手机砸了 让它进厕所啊 从3月1号开始 有些就整整 就这10天的时间 找到全网的底子 有些在超商的门口 直接促销 降价 活动 或者是免费送 效果都不好 交售量暴跌90% 什么概念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呢 还是会买啊 有些人说我就是要喝这个 我以前喝 我现在喝 我将来还喝 像我的话 我没有说我要固定喝什么 我今天高兴喝什么 就喝什么 钱是我的 不要用道德来绑架我 我自己赚个辛苦钱 你要支持国产也好 怎么样也好 那你继续支持 你要买华为也好 或者怎么样 我反正我是一直都用苹果 根据我的认知去判断我要买的商品 不是吗 再说了 你那个什么 农夫三权 他的水还是国家 还是我们的地盘上弄的水 然后再去制作的 水资源还是我们的 其实你去倒掉这种浪费 我这是觉得非常的羞愧 我觉得你在浪费水资源 对不对 不要冲动就乱扣帽子 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然后去指责别人 然后做这些事情 我都觉得非常的奇葩 非常的离谱 我是这样看的 反正首先 水它本身又没有错 你把它倒掉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就很讨厌 是一个消费者 我们可以用我们手里的钱 做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商品 自己喜欢的牌子 不是吗 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哎呀 还是我吃饭比较 主晚餐比较不在 我现在肚子饿了 假如这个菜是日本人种的 我还是要吃 我不可能因为它是日本人种的 或者这个菜是日本的品种 我就不吃不要 我还是要 因为我需要 哇好多虫 这是安全的 但是有些人 偏偏就不这样想 他们好像觉得你抵制这个 抵制那个 好像就会把人家干垮 哎 你不去壮大自己 你光是在背后那个 当那个键盘下有用吗 我是想说的话 我们有自己的选择 我也不是要抨击人家娃哈哈 我只是觉得说 就像做生意一样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不要因为我爸说的 卖灰面的 见不得卖石灰的 更多的商品做得很好 我们才有更多的选择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 我们应该关心那个 产品的质量 希望大家哈 就是理性的看待一些问题 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就是不支持日货 然后很讨厌日本人 你说到日本 他们就已经咬牙切齿了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然后他们说 今天赚着你的钱 明天就用炮火对着你 或者是怎么样 当初美国把原子弹 直接砸在那个日本的时候 你看他说仇就更大 为什么日本跟美国 现在还挺好的啊 但是人家就觉得说 过去的就过去了 仇恨又不能延续 那么我们现在搞好关系 搞好经济 如果仇恨一直藏在心里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家说 什么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家 杀了我们多少人 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历史上太多 太多残忍的事情了 太多了 我们只把当初的这件事情 记住就好了 但是不代表 不代表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的 也不代表所有的产品 都不是好的 我觉得要分开对待 就像一家人一样 如果说 爷爷辈的 或者父辈的 干了一些措施 伤害了一些人 难道就是说 人家的侄子辈辈 都要背负这种 罪恶感吗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啊 每个人就是不一样 每个人他都有独立的个体 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太宽容了 然后人家又会说 人山被人欺 马山被人欺 反正哈 你讲什么哈 都是有人盼的 不管你讲什么 都是有对错的 但是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看法 美婆 你来一下 来了 日本的饮料 给美婆喝一下 来 你喝喝看 给美婆喝一下 这个日本的饮料 对他的泌尿系统很好 美婆 妈咪冒着爱骂的风险 给你买日本的饮料喝 那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那煮点菜来吃 今天晚上简单一点 再加一点萝卜糕 煮成一锅汤就好了 再加 又是日本的味噌汤 天啊 其实生活也好 国家也好 社会也好 人民也好 其实都需要 都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你身材这样 我身材那样 嗯 其实二行行行出状元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今天我自己去生菜棉花 我自己在做这衣服啊 对不对 我也不可能今天去买一块地 现种菜来现吃啊 所以说都是靠大家共同的去分享 完成各自的使命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生活才过得很好啊 就连小蜜蜂 他们都是 树叶有专攻的 好了不废话了 我要去煮我的味噌汤了 好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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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